鐵路警察 黎晨翰前年七月 遭到正姓男子殺害 一審嘉義地院以被告罹患 思覺失調 判決無罪 二審判決 今天上午出爐 法官審卓成 成大的重新精神 界定結果 行凶時確實降低 辨識能力確實降低 因此只能減輕刑期 所以無罪翻盤了 二審的時候 臺南高分檢 檢察官和被害家屬都認為 臺中榮民醫院嘉義分院 對嫌犯的精神鑑定 沒有證據力 要求重新鑑定 臺南高分院 送請成大醫院鑑定 出現不同結果 認為正姓 被告行凶時有精神障礙 導致辨識能力明顯降低 但是只能減輕判刑 不能判成無罪 因此目前最新二審 宣判結果出爐 無罪大逆轉 法官采信兩家醫院的精神鑑定 結果認為正姓被告案發時 精神狀況確實降低 但是並沒有完全喪失 所以改判為十七年有期徒刑 十七年浮滿後強制監護五年 全案可以再上訴